說最高有18%回饋 但不是人人有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蠻惡指的 你刷的J卡有幾%? 嗨,我是寶可夢 今天來跟大家聊聊台北富邦J卡 在2024年的上半年 就是疫情過了兩年之後 它的權益到底改成怎麼樣? 第一個重點就是它的國內跟海外消費 都是1%回饋無上限 日本跟韓國的部分 回饋提升到3% 就是3%的點數或現金回饋無上限 第二,新戶有亮點 新戶最高可以拿1700 這個怎麼拿呢? 很簡單 你只要申請的時候 申請Jcash印花卡 它沒有電子票證 那麼你拿來刷機票 或是團費達1萬塊以上 你就可以拿到一次的機場接或送 以一趟大概1200左右來算 你的回饋率大概是12% 算1萬給1200 這張卡片 針對新戶有做國內1%加碼 這個1%加碼 你活動期間可以多拿500 所以回饋就是刷5萬塊 你可以多拿500 全部加總起來 就是可以拿到1200加500 所以最高就是1700元的回饋 除此之外呢 其他的全部都是登錄登錄登錄 比如說日韓實體通路加碼3%的部分 你每一季通通都要做登錄 但是呢你每個月月底有登到 當季就可以享有資格 所以這個也是至少比較貼心一點的 但是他的登錄名額都是只有幾千名幾千名 詳情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畫面上的資訊 你就可以知道說這個登錄時間 記得要設定腦中 不然的話呢 就是一定會忘記 第四點 官方說的這個10%回饋到底怎麼來呢 我來解釋給你聽 第一個呢 就是日韓刷卡有3% 回饋5上限 這個不用登錄 再來呢 就是日韓實體通路刷卡呢 可以拿到3% 所以加起來就有6%了 但是呢 這個日韓實體通路是要登錄的 最後呢 有一個指定通路4%加碼的部分 不論是這個交通卡 或者是這個藥妝店的部分 日本的便利商店的部分 你通通都是要做登錄 如果你沒有登錄到的話呢 你這10%絕對是看得到吃不到 絕對是沒有的 所以個人呢 我是比較不喜歡用這張卡片 我已經很久沒用了 很久沒用的原因是因為 什麼都要登錄 沒有登錄到心情就不好 那幹嘛用 對於我來講的話呢 這張卡片就是只有3%回饋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其他要登錄的東西 我都當作是沒有 銀行呢 把這些行銷加碼的東西 而且是限量的部分 把它拿來當作是行銷的這個 這個噱頭 說最高有18%回饋 但不是人人有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蠻遏止的 那如果要去日本玩 有沒有什麼高%數的卡片推薦 當然有了 這就是這一張目前最新的旅日神卡 這個玉山的熊美熊卡呢 你只要在日本實體通路刷卡 就是3.5%回饋 那這個3.5%回饋很簡單 就是部分含另外1% 再加上日本加碼不是2%嗎 那再來呢 免收1.5%交易手續費 所以加起來就是3.5% 那你如果扣掉這個 交易手續費1.5% 大概就是2% 那J卡的部分呢 它雖然說給你的是3%回饋 但是你扣掉1.5%交易手續費 也不過才1.5%無上限了 所以這張卡片呢 它的確是比這個J卡再多0.5% 由於J卡呢 國內只剩1% 所以有沒有什麼卡片 是比這個回饋還高的 當然有啦 我就推薦這一張 這個是聯邦Live Bank卡 跟渣打Live Bank卡 它就是免登勉強人人有 直接就是國內2% 海外3%的現金回饋 無上限 活動走到這個7月31號 所以我覺得 你現在辦下來 你至少都還可以用半年 也算是一個非常好的替代卡 喜歡現金回饋的人呢 其實用這兩張卡片 就綽綽有 結論 J卡其實從問世以來 它一直就是主打日韓的3% 回饋無上限 這兩三年其實都沒有變 但是呢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呢 它其實有針對國內回饋 有加碼到最高3% 但是呢 疫情結束之後 它就慢慢的降低降低降低 現在就回到一個常態 就是這1% 所以這張卡片呢 只有出國才很省 一般在國內刷卡 我覺得它其實沒有任何的優勢 如果你是新戶的話 而且快要去日本玩 那我就很推薦你辦這張卡片 然後來拿一下機場接送 然後還有就是國內的1%加碼的部分 但如果你是救護的話呢 我覺得你還是可以用別的卡片來做替代 其實都有很多選擇 是比這張卡片還要好的 那台北富邦到底在幹嘛 當然很簡單啊 因為他們所有的權益優惠 通通都灌到富邦Costco聯盟卡了 富邦Costco聯盟卡的權益回饋很不錯 但是其他的卡片呢 他們的權益就鎖水了 以上呢是我個人對台北富邦J卡 2024年上半年的權益解析 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如果你覺得不錯的話呢 也可以分享給身邊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了解一下 這個J卡的權益到底改得怎麼樣 如果覺得不錯也可以分享出去 好,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,掰掰